《巴謙貽名》 高坤 often以單純為看 continues 這個世界 93年中英爭吵得相當劇烈 雙方想爭取認同 新華社領起牢趟 邀請高昏做港係顧問 明顯是否接受 都是政治決定 他就說不要做,不要做 已經這麼忙了,所以推了他 他跟我談過就是 我認為在當中文大學校長的話 港市顧問可做可不做 假如你不想做就不要做 雖然高太和金耀基都勸高坤不要接受 但是高坤就一意孤行 中國政府好像是跟我們說 他們要聽不同的意見 我說很好,我會把我的意見講出來 我不考慮我的意見是 對他們的政治方面有不滿的地方 或者很滿意的地方 這個我不考慮 一場學生批判校長參與政治的風波 也越挖越大 校長你實在太天真了 我不明白一個在這個世界上 浮沉了60年的人 竟然還可以想一些這樣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根本就是 生活在一個政治的社會裏面 你怎麼可以說 所有事情都不關政治的事呢 不過我會理解你的 因為學術地位越高的人 他的政治意識是越低的 那校長你剛才也提到你很多的身份 那我相信有一個身份 你絕對不會否認 你是一個人 一個人要有道德勇氣 要有立場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時代裏面 我相信很多事情 再不能夠 我們坐著很詩詩文文說 我中立的 我怎樣的 我沒有意見 你不關我事 我們恭喜高坤校長 順利成為中華的傳聲筒 我送一個傳聲筒給他 高坤不單一次被學生公開席落 93年中大見校30年開放日 高坤致詞期間 學生竟然搶麥 大學校長當眾出籌 當時的情況是頗為混亂的 高坤站在台上 說又不是 不說又不是 高坤回到台 我當時第一時間上去訪問他 我問他怎樣看這件事 還有會不會對學生有什麼處分 他第一時間看我轉頭就說 不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處罰他們 他們有自己表達意見 自由 當時我是覺得幾難得的 因為 因為就算一個普通人 也好 在那個時間 這麼下舞台 或者 這麼被人廢落的情況之下 他都覺得 沒什麼所謂 或者覺得 可以接納到其他人的反對意見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這件事 中大校內校外 不少人認為高坤太縱容學生 高校長好像是有一點 太縱容吧 我個人不會同意他這樣做 假如說你把他看作 這是一個校長本身這個位置 保持到一種絕對尊嚴的位置的觀點 他代表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個學校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是太困懷了 是否他太軟弱呢 是否太 就是 好像有些人 甚至說他無能 但是我想深一層 作為一個真正的教育工作者 我覺得他的深度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用一個長遠的 那種的教育方式 就不是一個即時收校的庭 那因為大學生 到底都已經接近成人了 就不是一個深蚊仔 就未必一定需要說 即時是用一個很嚴厲的 你不准做這件事 就是阻止了他 然後才慢慢搞 今天高坤回憶多次 被學生公開對抗 反而覺得是年輕人 應該要做的一件事 我的感覺是 學生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我們不會聽到新的思想 他們表達了之後 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 知道他們是在爭取什麼東西